嗨,这里是字面意思,我是天乐 先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一是会聊一些字面意思相关的话题 或者做一些字面意思相关的事 就是标题的字面意思 二是为影像做配乐的资助分享 或者是为音乐配影像的资助分享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自己的躺平实验 Don't fucking become strong,上炕 这个事儿最开始的动机是 我突然有一天发现了我硬盘里的影像素材 已经到20多个T了 就是我存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儿 然后我想怎么能把这些东西给玩起来 哥们儿影盘里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 妈妈拼啊 开始想着是做饭一点的视频 分享啊,妈妈接之类的 第一篇的这个稿子写了好几次 然后也推翻好几次 而且我本身是知道自己非常恐惧镜头的 作为一个多年站在摄影机背后的人 我自己回看素材的时候 我靠 终于在一天深夜 突然就想到了 素材东方自己一个初心吧 那会儿在学校里做过一支短片 是非常抽象的一个东西 但是那会儿一个是没有想明白 要拍什么做什么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 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玩嘛 它已经变成我的一项收入来源 或者说是我的工作 就你很多时候是受制于甲方啊 要听别人的修改意见 但是你又没办法 你要挣钱 所以你肯定人家让你怎么改 你要怎么改嘛 不能一直这么做下去 还是想把点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 深夜里突然想到说 我靠我要应该还是应该要玩一些实验影像 所谓实验影像 其实在我理解就是玩嘛 就把你手头有的东西 会的技术 创新玩起来 不然想明白了 说我要怎么利用这些素材 决办三件事 抽象 艺术 还是他妈的 实验 总之就是他妈牛逼 想明白了吗 啥级把自媒体啊 什么YouTuber啊 什么内容创作者啊 狗屎 还是得他妈的艺术家 就我们现在的媒体上 网上已经全是他妈的小帅了 我操就受不了了 我觉得到时间吧 到时间应该来一波新浪潮了 节目的形式可能每次都不太一样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可能想到什么就会做什么 应该震惊危作一点 与传感器的交流 好 接下来是为此片配乐的环节 然后在做配乐的时候 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些规则 总轨道数不超过六轨 用一到两天的时间 完成这个配乐 给这个片子配乐 大概用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部短片已经单独上传到了我的频道 在这边或者这边 开头的部分 我是做了一个噪音 模拟机器的噪音 这个我是怎么做的呢 就随便开一个轨道 还有一个效果器 模拟磁带的饱和的一个效果器 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它本身是可以发出一定的噪音 然后你就再开一个audio轨道 然后把它录下来 因为这个片子本身也是在模拟 你那个摄影机的传感器 这种机器类的东西 本身都是有底噪的 有噪音的 你像早期的那种胶片摄影机 更是那噪音也很大 它盘胶片的声音也很大 开始做配乐的时候 我想到说 这个小鼓器可能能用到 然后我就录了一段这么噪音 然后放上去 我觉得还挺合适 我从这里做一段时间的 这个功能 这种高速的音乐 就是这个功能 然后也很像 这种功能 然后我把音乐的音乐 或者是这个功能 然后它怎么做 就是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然后我这种功能 所以我会把它做到 把音乐的音乐 然后我放下来 那它把音乐的音乐 然后它传感器通过快门不停的闪烁 然后接收红黄蓝三种颜色的光芒 为了模拟它那个快门的那个闪烁的过程 中间一个部分是重复的 然后后边的一个部分也是有一个元素在重复的 有一句话一直在重复是上抗 然后后边这一段重复的是 对就是它一直在说他妈的他妈的 就是有踩点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旋律部分的话我是用Analog Lab 这个应该算一个音源的集合吧 然后它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音色 我旋律是用MDD Snake这个音序器 这个音序器在我们很多制作人朋友的眼里 是非常牛逼的一个音序器 被我很多制作人朋友们称之为最好 这是一个免费的Max for Life的插件 如果想学这个插件的具体使用方法和功能介绍 大家可以去看梁欢老师的尽量更新第八期 他讲的非常细讲这个效果器 直接拽一个下 有点复杂这个音序器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完全的随机化 就是它可以把你所有的参数都可以随机化 你看你音符出现的位置 你的音符的音高的位置 然后力度的多少 比如说我需要50到30之间的力度 它就在你的规定的范围内给你随机 你可以选择它随机的音高在哪个调势内 然后我这首歌写的在D minor 然后所以我随的所有音符都在D minor以内 但它有的时候是不准的 它会随出B这个音来 D minor是没有B这个音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 Webleton自己的Scale效果器 然后你选择D D minor 你就完全可以把它控制在你的调势范围内 就它出错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这是我们刚才按了几下随出来的旋律 然后我们听一下 i 一种加 i 矿 i 天龙 i 团感器 偷懒的终极法宝 你比如说这个旋律你认为说还不错 就把它录一下 把它录到另一个MIDI轨道里边 你开一个录制 你可以再改一改 旋律的部分 我就是用这个音许器随了一个旋律出来 然后还有 就是有一个UP 就是有AutoPen 按一个和弦 然后它就一直在 在哒哒哒哒在旁 对我把它音量做了一个见强然后见弱 就是随机挑一个音色 你就挑一个带UP的音色 好我们找到一个音色 好然后我们再新开一个Audio的轨道 把音频轨道的输入来源选到这个Analog Lab里边 同时打开两个的录制 然后你就可以玩了 用你的鼠标或者你的键盘的控制器去控制 然后把这个声音给录下来 你可以有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些特别好玩或者有意思的声音 可以把这个事录下来 挑你自己要的部分 再修修改改 就能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声音 这个不是很合适了 然后下面这个也一样的 就这个轨道 这个我是直接在那个MIDI上面 调完之后然后把它冻结了 得到了一个音频那个Audio的轨道 听一下这个声音 我找了一个那种稍微有点科技感的那种音色 也是开始玩 然后我上了一个Senseboard的这个效果器 就这个 这个效果器我理解 它是一个给你的音量去化线的一个效果器 但是很多人用它来做测链压缩 它本身就是把你的音量按照这个曲线 然后就这么走嘛 你就可以去随便化 你说我就只需要这一个部分的声音 其他声音是让它线给化掉的 然后你可以比如选择 嗯 我们试一下 新加的接轨 这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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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了 太吵了 可以留一点点 主要的部分就是这个 然后有一个比较 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是自己做出来的一个glitch的声音 然后还挺合适的 它特像那个快门的那种声音 然后有一点机械故障在里边 后边就一直再重复这一段 因为本身这个片子里边的那个效果是重复不变的 就是它这个效果就没有变化过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找了一个鼓祖的采样 上了一个这个looper的效果器 把它拽进来 然后一样的给它录下来 这个效果器和之前的长得不太一样 改天要重新研究一下 你可以倒放 换一个采样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错 你最开始就应该开始录上 你就边调边玩 你就能录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声音来 就是你瞎玩的时候 后边要跟一个limit 上来先给它减12个bb 要不然你突然你就会 声音可能有时候玩就会爆点 当你得到了一个这种声音的时候 你就可以切一切 我觉得这一段 我觉得我只想要这一段 然后试一下放在里边 合适不合适 本身这个东西已经很满了 再加东西进去就会乱 本身它就够乱了 再加进去就更乱 是不是可以放在前面 可以放在前面 比如说找一个我们找一个位置 就在这或者怎么样 就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玩起来是最重要的 然后又很快的时间进行了一轮暴力母带和暴力混音 就是上了一个压缩 上了一个EQ 然后上了一个限制 表演 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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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地方做了一些测链 然后进行了一个暴力母带 然后一个EQ 然后一个多频段的压缩 然后一个饱和 一个Ozone的 这个是免费的插件 你可以看它 表演 你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它的快速 表演 然后一个压缩 一个限制 最后有一个监控 然后看它的响度是不是合适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制作分享 这期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干货 也没有太玩进去 说实话 包括现在已经超过了六轨 我之前给这期订的规则是不超过六轨 其实这个事就是你写的越多 就会越乱 然后就会越复杂 问题也会更多 接下来要控制 我要保持一个把它玩的心态下去 就比如说可能某一期 我就直接搞一个效果器 然后就在那玩 把这个音乐配完 就是你玩下去才会快乐 搞一个东西 然后在那疯狂的玩 疯狂的调 得到了一个我认为不错的声音 这个才叫玩下去 这样才会获得乐趣 而不是说 这块要设计一个这个 这块要加一个那个东西 这块要上一个和弦 这块要上一个什么效果器 包括剪这个片子也一样 就是玩起来 就是把手头的东西素材 组合拼贴 然后上一些效果 如果能有表达的话 最好没有的话 那可能它就是一个 没有意义的视觉化的一个东西 给这个片子做配乐的时候 最难的一点就是 我要处理这个片子的人生 我录这个片子的时候 那的人生就没有处理好 动态特别大 有的电频低 有的电频高 然后我后来就只能把它切开 然后大的地方减一点 小的地方加一点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不管你是前期录彩样 或者是你拍片子录东西录音 把声音控制在一个水平线上 没有噪音干净 如果你前期做不好 后期就开始进行一项 非常枯燥且无聊的工作 我这是第三次录这个分享 录的我心态都有点崩了 第一次录的时候 我是边开始做的时候 就开始录了 录了三个小时的视频 我是根本剪不动的 我靠太累了 第二次录的时候 然后我的录音机没开 把那个音频信号 直接传到了相机里录的 发现声音全爆了 这是我第三次开始录这个分享 就是可能有些东西都已经忘了 整个心态也挺崩的 我发现有些懒儿不能偷 好反正这期就先这样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